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脑语心智的第一堂课 今天的课程是脑语心智的简介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用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大脑是如何的神奇 各位现在在荧幕上面所看到的这一段文字 它不是拉丁文,也不是法文,它是英文 但是因为它里面有许多错字,每一个字都是错的 所以任何人,包括我在内,是无法阅读这篇文章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文章 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另外一个文章 同样的文章也是里面每一个字都是错字 但是呢,我是可以念的,我念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一遍这个文章 According to a researcher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t doesn't matter in what order the letter in a world are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first and the last letter be at the right place The rest can be total mass And you can still read it without problem This is because the human mind does not read every letter by itself But the word as a whole 简单的来说呢,如果大家念完之后就知道了说 只要你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是正确的 基本上这个文章是可以念的 你去看每一个文字都是错字 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念的 这就是我们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呢 跟各位想象的电脑运作不一样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在网络上前一阵子疯传的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呢,对各位来讲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进入状况的话呢 可能也是有字天书 但是呢,如果我告诉各位说有一个Hint 比如说O代表0,I代表1 E代表3,A代表4,S代表5,T代表7的话呢 这一段文字呢,就变成有意义了 我念给大家听 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看懂这些的话呢 表示你的大脑呢,可以立刻的将 这个所谓的对应的文字跟数字之间呢,转换 那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 即使我今天没有提供这些所谓的提示 我相信看久之后呢,你也会发觉 这里面有一些规则 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呢 去找出这些文字的规则 那我们可以阅读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一次的课堂民调 各位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呢 在这个slide上面呢,来进行课堂民调 那我把这个,今天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民调呢 问,灭电 就是脑与心智 这行课的名称就叫做脑与心智 脑与心智的关系为何 你认为是大脑的生理与心理 大脑的结构与功能 大脑的硬体与软体 还是大脑的网络与资讯 课堂民调的意思就是没有正确答案的意思 所以任何答案都可以 那我们在每天这个下课之后呢 我们会公布大家的这个课堂民调结果 课堂民调的目的呢 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你的想法跟一般人 你是多数还是少数 那你也不用pull你的身份 我们在公布之后呢 会公布一个py chart 就是一个圆柄图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哪一些人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在做这个课堂民调的目的 那我念完题目之后呢 我就会换到下一句讲 那但是呢 各位这个题目 我们还会持续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你都可以回答 不过尽快的回答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今天的脑语心智的这个介绍 既然是脑语心智呢 也就是所谓的认知神经科学 那它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 我很喜欢这个英文的说法 就叫做 Brand that enables mind 意思呢 翻成中文就是说 大脑的寓作如何造就心理 或者认知的功能 这是我们一般对于认知神经科学的一种定义 那如果你去查 Wikipedia 你去查这个维基百科的话呢 你如果去查认知这个字的话呢 它会把它解释成说 The mental action or process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ought experience can understand 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呢 就是我们透过思考 经验与感受 来获取知识 以理解世界的心理活动过程 这听起来呢 也是相当拷口 也是相当复杂 但基本上呢 这就是我们对于认知 还有这个心智运作的一个基本的解释 不过呢 我想多数人呢 都曾经听过或是看过这个 Hermann Dekor 曾经讲过的 Cogito Augustum 翻成这个拉丁文呢 翻成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或者呢 更好的翻译是 I'm thinking therefore I exist 那就是我们常讲的 我师故我在 所以迪卡尔呢 它的概念当中呢 就是把这个 大脑跟心智呢 连在一起 你没有大脑就不会有心智 你没有心智呢 也不会有大脑 就是就像我在课程介绍的影片当中 跟大家说的 大脑呢 只是一个1.5公斤重的一个器官 但是它是独特的 如果你今天心脏坏了 你可以换别人的心脏 如果你今天肾脏坏了 你可以换别人的肾脏 如果今天你脑袋坏了 你不能换别人的脑袋 因为你换了别人脑袋 那就不是你自己了 所以大脑呢 就代表你 所以脑与心智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呢 就跟大家呢 仔细来探讨脑与心智之间的关联性 感谢您的心智之间的关联性